日前新北市淡水警分局接獲了情資通報 一名26歲的陳姓男子和同伙隱身在社區內販毒 對區域治安影響重大 專人人員經過多日的查訪還有蒐證 在新市五路毒販租屋處埋伏多時 一舉破獲毒窟 警方大聲賀令趴下別棟 說明警員全副武裝衝進屋內 將房內的五名嫌犯一一壓制上銬 現場搜出大量的毒品及研磨分裝器具 淡水警分局日前接獲友善通報情資 26歲的陳姓男子與同伙隱身在社區內販賣毒品 專人員經過多日查訪及搜證 日前到淡水區新市五路的租屋處埋伏 破獲毒品的分裝廠 將五名嫌犯通通罰辦 本分局日前接獲友善通報情資 26歲陳姓男子與同伙隱身社區內販賣毒品 專案人員經過多日查訪及搜證 於9日21時到陳賢租屋處埋伏 趁其同伙外出購物開門之際 遠景義勇而上逮人 現場逮捕陳姓祖賢及其他四名同伙 警方趁屋內同伙外出購物開門之際 遠景義勇而上逮人 環顧屋內擺滿了各式毒品 現場逮捕了陳姓祖賢及其同伙 總共五個人並查扣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一包 及第三級毒品 藍色藥丸45顆 二三級混合毒品咖啡包 及半成品四包 封膜機一台 研磨器設備 毒品分裝袋三百二十八個 很明顯的是一個毒品分裝廠大本營 並查扣第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一包 第三級毒品 藍色藥丸45顆 二三級混合毒品咖啡包成品 及半成品四包 封膜機一台 研磨器設備 毒品分裝袋 及毒品咖啡原物料等為禁物 全案警巡後 第一販賣毒品最嫌 移送士林地檢署偵辦 警方表示誠信嫌犯 有毒品等多項刑事記錄 以販毒為生 為了躲避警方查契 時常更換住所 而且門口都會裝設監視器 而警方這次出擊 不僅是斬斷黑幫金流 更解決民眾的困擾 還給社區安寧 警方局也表示 落實執行清源專案3.0精進社區警政 再出發 掃蕩覆法以進化選前治安 同時呼籲民眾 有發現可疑人或是不明的氣味 也勇於向警察機關來檢舉 而此案訊後 依販賣毒品最嫌移送士林地檢署來偵辦 警方也將持續上向溯源追查 切斷公毒管道 記著許多元一帶水才訪不到